你可能覺得很奇怪,這什麼標題啊? 什麼叫知道外國人都把藥放在哪裡嗎? 我覺得這真的還一定得講一下 這就是文化上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這頻道存在的一個目的之一 大家好,我是Paul,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你知道我在剛去多倫多的時候 高中生嘛,然後他這個有給我們上那個ESL的課 那那個ESL的課就有課本,那課本的話就是圖畫書 就你就跟個小朋友一樣用圖畫書來認識一些everyday的一些term 包括什麼是杯子,什麼是手帕,什麼是手錶 這些可能你說我會,那講一個你可能不會的 壁爐上面的檯子,上面放照片的那個,那叫mental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而且我們在台灣又沒有壁爐三小啊 可是你就會在那一本圖畫書裡面學到 喔,原來在壁爐上面可以放照片的那一塊小空間 就是mental,OK 還有,還有在這樣子臉上的一大堆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印象好深刻喔 那個圖畫書裡面有個男生的臉上面長滿了鬍子 我們在台灣就很少看到人家長滿鬍子 可是在國外就一天到晚看到長滿鬍子的人 所以你就要學這邊的鬍子叫moustache 下面的鬍子叫beard 旁邊的毛並腳就是sideburn 然後他就會一條條線把它這樣畫出來 然後那個人嘴巴還有違章,露出他的舌頭 所以你會看到他拉出牙齒叫teeth,舌頭叫tongue 然後嘴唇什麼三小這些這樣 哇,所以那時候就是一個 算是文化衝擊嗎?大概也算吧 講回這裡,外國人把藥放哪裡? 放這裡 所以我點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那個廁所裡面的那個鏡子 多半是一個後面是有個箱子的 這樣子,OK 所以鏡子的後面有箱子 那那箱子,箱子聽起來乖乖的 是個壁櫃,OK 牆壁上的一個櫃子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那個鏡子 打開來,因為他就是櫃子的門 打開以後裡面就可以放一大堆東西 那他們都會把藥放在這個地方 你說為什麼放在這裡? 這裡要怎麼吃? 你可能會想為什麼不放 例如說廚房 因為廚房才有飲水積物之類對不對 可是不是這樣講的 在西方很多國家 那個 自來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身飲的 那因為可以身飲 而且你有時候吃藥的時間 有可能是早上第一件事情 或者睡前最後一件事情 所以也就造成了這個結果 也就是說他們要吃藥的時候 會直接在廁所裡面吃這樣子 所以那這個東西叫什麼? 他的確就是Medicine這個字 再加一個Cabinet 這Cabinet就是 內閣 同一個字喔 就政府裡的內閣也叫做Cabinet 那也就是你的那個 牆壁上的壁櫃這樣子 Cabinet這樣 好 所以 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這邊再說的幾個 Festhole 打錯字 打錯字 Allergies Allergies就是過敏症 OK 那他的複數應該是去外加IES 所以他沒答對 但我們也懶得糾正他 那會癢 那癢的詞叫Itch 這是個名詞 OK Itch 不要把他跟另外一個字可能搞混 這個字叫英寸 英寸叫Inch 所以都是有那個鼻音在裡面造成的差別 所以 一個是Itch 一個是Inch OK 那癢的形容詞 Itchy 所以加個Y結尾 Itchy Itchy skin 會癢的皮膚這樣子 OK 好 所以他老公有Allergies It has itchy skin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I rub some chamomile lotion 所以為了讓他感覺比較好 這裡應該有個逗點 他也沒逗點 不定詞當作開頭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I rub 他覺得塗抹一些 這個 chamomile 我覺得就是菊花的意思 菊花茶 chamomile tea 那擦一些菊花類 花香的一些Lotion 在他的這個 你知道過敏 剛剛說了會有rash 剛剛沒有說有rash 剛剛說會癢 那癢了之後 可能就會有疹子長出來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長出疹子就是rash rash rash okrash 那多半這個 我要把rash 這個是再多講 驗聲一點點的東西 rash 剛剛說是起疹子之類的 那我們又知道 這種疹子多半起得很快 去的可能也很快 對不對 所以rash就有那種 倡促急促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你一個決定 是一個倡促的決定 我們就叫他 這是一個rash decision ok rash decision 這樣子 how anyway 所以 插在他的rash上面 通常在背上 however 然而 這 this day 他這裡這個this day 我覺得不是一個我很熟悉的用法 但 I'll let it go 這樣子 但 突然間 今天 有人 竟然就重新去 調整一下那個 藥櫃裡面 我剛剛講 我現在講藥櫃 大家已經懂了 藥櫃裡面這些瓶瓶罐罐 so someone had rearranged rearranged arranged是安排 rearranged就是重新安排 所以重新 跳下來的位置 so rearranged the bathroom medicine cabinet 最後呢 就 沒有拿對的這個chamomile lotion 他竟然用 咳嗽糖漿去擦在他老公背上 ok so I ended up dabbing my husband my husband's rash 這裡有少一個EPS這樣子 in cough syrup 所以這個cough syrup就是咳嗽糖漿 還算蠻簡單的一個字 ok啦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Madison cabinet 應該沒問題啦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 而不是這個故事 這個笑話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講到生活中 會有一些 你遇到的一些詞 說真的 來 像 沒關係 我們往下看就知道 I work in the city on a six-figure salary apart from undies I buy all my clothes from charity shops 我先看到這裡就好了 來 I work in the city 這沒問題 他在都市裡工作 那你可能會說 啊不然呢 難道鄉下工作嗎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那你知道很多很多人像例如說住在 我真的有朋友住桃園住南侃 然後每天通勤來台北上班也是有的 那他就可以說 I work in the city 然後南侃不是city嗎 No In comparison No OK 好好說 I work in the city on a six-figure salary 所以這個six-figure salary就是說 six-figure就翻成六位數 所以各十百千萬十萬 所以他是有十萬塊以上的薪水 那不要說別的 你如果說美金十萬的話 乘以三十就已經是三百萬 所以他的薪水是 台灣來說也是非常高的就是 所以三百萬年薪至少是 so I'm a six-figure salary cool 那apart from這個字 就是除了之外 那我們台灣比較熟悉的是 in addition to 或者是besides 或者是except for 那這個都有除了之外的意思 只是他意思會不一樣 不一樣在於 in addition to 跟besides 是有包括的 而except for 是沒有包括的這樣 好 那apart from的話 很有趣的就是都可以 那完全從語意來判斷 所以我用中文很快講一下 你大概會聽懂這一句 所以除了內褲之外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 什麼什麼地方賣的 那你就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是沒有包括內褲的 OK 聽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的衣服都是在哪邊哪邊買的 除了內褲之外 對吧 OK alright so apart from undies 這undies就是內褲 簡單的說 就underwear 所以underwear講成了undies OK 那他會是複數的 為什麼是複數 因為 這樣我們講說褲子 pant 加個s 兩條褲腳這樣子 pants 那 那個女生的小褲褲也叫panties OK 那男生能不能叫panties 比較不會 undies可以啦 panties多半是女生的這樣 好 所以除了undies之外 I buy all my clothes from charity shops 什麼叫charity shops 就慈善機構 弄出來的那些店鋪 所以或許簡單說那就是那種捐贈衣物之類的然後拿出來賣 還有這個字叫frugal 也是節儉的意思這樣 那難聽一點就是cheap OK thrift store OK 好 所以這邊說他就是在charity shops買他的衣服 年薪300萬 然後他在charity shops買衣服 well I drive miles to affluent rural towns for quality branded items coats, suits and shoes 所以他會開好幾英里 開到比較有錢的鄉下的這些城鎮去 所以drive miles to affluent affluent就是富有的 簡單的說 rural就是鄉下的 這個字念起來還真是有點困難 我們有的台灣同學舌頭捲不好的 rural rural town I drive miles to affluent rural towns for quality branded items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quality 所以我們要知道quality這個字當成形容詞的時候 他本身就可以當成高品質 所以你看他這裡並沒有說 I drive to these places for high quality items 沒有沒有high這個字 OK沒有high這個字 因為不需要 OK 所以我們公司都在做高品質產品 我就會說we make quality products 我不需要說we make high quality product 因為high這個字不需要 聽懂我意思 OK So I drive to affluent rural towns for quality branded items 為什麼他這裡要講 我剛剛講quality item quality product 對不對 他加一個branded在幹什麼 意思就是他除了要高品質的這些 products之外 他還要是名牌的 OK 所以再加一個branded就是名牌的 我要買LV的褲子 或是想要什麼東西 Prada的外套之類的 所以I drive miles to affluent rural towns for quality branded items 聽懂了 所以高品質的 優品牌的這些items 後面就給你看有些什麼items 大衣啦 西裝跟鞋子 coats suits and shoes my colleagues have no idea 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竟然這麼神 這樣子 而且這 這基本上就不是 錢的問題而已 因為他並不是負擔不起 重點就是 他覺得好像在挖寶 他的個性跟我媽媽還真有點像 所以我媽媽也非常喜歡這種 像我們講的那種車庫的garage sale garage sale要怎麼翻 反正就你知道 在國外的很多家家戶戶都會有個車庫 那車庫除了停車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讓你出放你不要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要是你是一個holder 你有囤物屁的話 很多時候你holder的東西就放在車庫裡 但時間一長你可能會覺得不行啊 或者你要搬家了 或者時間一長你覺得 車庫實在是太cluttered 就clutter這個字學一下 就東西很多 多到你都沒地方走路 the place is really cluttered ok 好所以 要是你覺得你的車庫太cluttered 或者你需要搬家了 你就會把你的車庫打開 然後把你的垃圾都放在草皮上 然後做一點小廣告廣告單 貼在你家附近的neighborhood的那個路 就是十字路口啊或之類的 這個stop sign的下面啊或之類的 然後就會知道 喔酷喔 附近有人在辦 garage sale 然後他就可以過來看一看 喔你這個垃圾 來來來 兩塊錢我收 收一張你的椅子 50 50 cent收一條你的釣魚 收一個你的釣魚乾或之類的 喔你有一個football很久沒用了 看起來舊舊的兩塊錢跟你買 所以這個是garage sale ok 那我媽就很愛逛這個 這樣子 So my colleagues have no idea It's not about the cash It's not all about the cash It's the thrill of the hunt 所以It's the thrill 這thrill就是 就是戰力 一般來說thrill這個字就是害怕到發抖 可是 他早就遠超過害怕的可能性了 所以你興奮到發抖 也可以是一個thrill這樣子 像我們去做雲霄飛車 就是為了得到那個thrill這樣子 那hunt就是打獵 所以對他來說 這是狩獵的一種快感 thrill這樣子 好 所以做這一集讓我想起我的母親 呵呵呵 好 那個台灣沒有garage sale也是蠻可惜的 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辦的話 一定非常的精彩 因為我知道大家 很多很多人家裡也是非常clutter 就是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